民眾路過停下早步 細橋透明玻璃裡頭 修復文物的過程 位在高雄市古山區的 內圍藝術中心 布置打造藝術典藏教育中心 同時也是全台首座 身負保存及修復文物的 教育性質展覽空間 這次的想像的話 我們會希望它是更打開的 然後對民眾開放的 而不僅僅是美術館博物館 在我們的廠後 執行的一件事情 修復是我們博物館的一個內部的作業 這一個典藏庫房 是可以讓觀眾走進去的 它可以在一定的管制以及規劃之下 觀眾可以適度地走到 我們的典藏空間裡面 藝術中心結合大學修復中心 修復式經驗 加入科技技術 讓可能有受損需要修復的 工藝藝術作品等 彷彿再獲新生 以我們這樣子修了 十幾年的經驗來講 技術本位應該不是問題 但是就是在藝術家 他創作的一個理念 跟我們要怎麼去判斷 要保留下來呢 是呈現藝術家的一個風格呢 這個我們都要透過一些科學的分析 跟一些材料的研究 才能去得到一個答案 內部藝術中心有別一般美術 博物館展覽形式 修復中心還會定期舉辦 修復職人講座 藝術問整與體驗導覽等 除了身負藝術典藏 也讓文物修復教育 更廣為人知 一定會是台北高雄 綜合報導